那再来我们已经有图层概念了 我们就贴过来 贴过来 那贴过来了以后 我们在视窗的这个地方 先说一下话 那我们的这个可以移动它 贴过来它会变成是一个新的图层 做贴的动作 那我们这个云对我们来讲位置不对 那我们可以调整它的高度 那调了以后这个云对我们来讲也太平面化了 因为我们有点透视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个必须要做一点变形 那变形应该怎么去做处理 我们就请各位同学 利用编辑的夏拉斯功能表里面有个变形 变形我们用透视的一个效果 出现这些点了以后 我们可以 拉大它 它是会是透视的效果 透视的效果 好 那完成以后呢 同学就按Enter 按Enter 或是同学可以用快捷键Ctrl T 就可以去做这个处理 后置处理的动作 好 还可以再把它缩小化一点 好 好 来同学可以试着看看 我们贴过来的图片的一个变形 那图片的变形就是从编辑里面的 任意变形或是变形 变形里面有扭曲等等的这些功能 同学可以试着看看